吃什麼 吃什麼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金融市長謝國良 合體超高人氣 還沒進到安樂市場 就鼓發一陣騷動 謝國良 加油 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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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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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商家送上白蘿蔔 和蔥 象徵 豪彩頭 替市長謝國良加油 蔣萬安走進市場 向攤販們握手寒暄 台北同市長謝國良到福德廟參拜 大家也看到 紀北北陶四市合作平台 我們在很多交通運輸上面的合作 有具體的成果 包括我們去年四個縣市 共同全力提出一二零零交通月票 特別照顧了基隆市的鄉親 他們很多是通勤通學組跨縣市 到目前為止交通月票 我們也讓過去開車騎機車的民眾 轉換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比例 達到了7.33% 超乎了我們當時設定的預期目標 我相信未來國良市長 一定可以持續讓基隆變得更好更美 特別我看到跟新宇航空公車的後車體 已經成為所有年輕朋友打卡的景點 晚上夜間看也有高質感的氛圍 所以很高興今天來告訴所有基隆的鄉親 在面對只是為罷免而罷免的政治操作 這是傷害台灣的民主 我們應該要用手中的這一張選票 投不同意票 遏止這種政治操作仇恨對立的火苗 蔣萬安系屬基隆市長謝國良施政的政績 而謝國良、蔣萬安合體 也讓市長謝國良更有信心 這個是基隆第一次歷史上的罷免投票案件 所以在昨天成案後 我有稍微回去思考了一下 寫了幾個想法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罷免跟選舉 都是憲法制度設計的人民參政權 但是選務機關在辦理的時候 他推動的方法卻非常的回憶 在推動選舉的時候 就是鼓勵大家踴躍投票 在罷免的時候卻非常的冷處理 幾乎不宣傳 所以也導致了民眾對於罷免的陌生 不但對於這個選票沒有充分的理解 也不會出來行使投票 我們有不止一次 有很多里長跟我們反映民眾告訴他們 不曉得這個票要如何來投 所以我呼籲包括選務機關 中選會以及地方選委會 應該要透過不同的基層管道 加強宣傳鼓勵大家 踴躍投票 提高投票率才是真正的展現民意 如果投票率很低 反而失去了憲法創設罷免制度的意義 所以我再次的呼籲 選務單位在未來還是要積極的宣導 鼓勵民眾出來投票 投下大家心目中神聖的一票 加油 劉鳳鳥 加油 不同意 隨後市長邱國良邀請蔣萬安 立委李彥秀及黨籍市議員們 品嘗基隆到底小吃 也趁機大力宣導基隆美食 記者黃紹明 張啟騰 基隆報導 好嗎 好